Hello 大家好 我是徐瑋寧 聽說大家現在對於底妝有一些小迷思 那就讓我今天來為大家一一解答囉 夏天使用水乾底妝會容易脫妝 使用上有什麼建議嗎 這一次呢 我一定要特別介紹 爽尼歐有一個新科技 它呢 叫做橫潤裸光水慕斯粉底 它特別的輕薄透亮 按壓多少次 補妝多少次 它都不會有厚重感 而且尤其我覺得呢 你在選擇粉底的時候 其實也要看一下你最近的膚質狀況是怎麼樣 選對粉底才能達到一個油水平和的狀態喔 平常近乎素顏的你 覺得完美底妝的標準是什麼 底妝的標準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它必須要很薄透 會特別注意鼻翼 還有我的嘴角 因為有些人他們很在乎說 啊 我整個臉都塗到 可是卻忽略了嘴角這個小細節 還有 在挑選底妝方面呢 我通常會選靠近自己的膚色 跟比自己膚色深一號的底妝 我會自己做一個調和 讓我的整體的妝容看起來更完美更完整 夏天的小癖好 最受不了的小細節 我很怕我化妝之後 會好像戴著一個面具出門 所以我會盡量的就是在化妝的時候 就是如果能夠戴到一點點的脖子 以一種就是這種畫圓圈的方式 然後畫到脖子底下 這個是我的一個很重要點 而且我會特別注意的 皮膚這麼好 在飲食方面是否也有講究 就是多喝水 只能帶一支唇彩 搭配你的所有場合與造型 你會選哪支 我當然是選擇佑光唇翠啊 因為我以前是身上一定會有兩支唇膏 一個是霧面的 然後一個是潤澤 霧面的感覺的話就會比較沉穩 比較優雅 然後那潤澤方面的話就好像會比較 感覺就是比較活潑可愛啊 所以有的時候我會讓霧面跟潤澤的唇膏 做一些mix and match 它非常持久不掉色 所以如果真的要選一支的話 我就會選佑光唇翠 現場的唇彩色選一支最符合Bagan公子性格的 你會選哪支 我應該會選60號豬米色 為什麼呢 因為平常我在家裡面 它也有一個暱稱叫做小臭豬 所以我覺得那一支是特別適合它的 我覺得它也會很喜歡